该进入主题了 李思辰 颖太太 该休息了 我这不是在收拾行李吗 你要是困了你就先睡吧 你不躺在这儿 我怎么睡得着呢 睡不着的话 你就找点事情做嘛 好 干嘛我就忙着呢 不是你让我找点事情做吗 要不你帮我收拾一下行李 遵命 老婆答应 你要进入外贸 怎么没告诉我 这个是这次进修学习的课题 不过呢 通过这三个月的学习 我也确实发现一个问题 CC应该去找一个更大的平台 所以说 老婆大人是看上了 外贸这个平台 我也有考虑过这个问题 不过我觉得以CC现在 可能达不到外贸的基本标准 顾兮兮 你现在是外贸的老板娘 外贸所有的门卡 都可以为你重新设立 我不要 我决定把这一刻当做我的 期末节夜作业 所以你 绝对绝对绝对不能帮忙 好吧 你说怎么办就怎么办 真乖 哎等等等等 嗯 该进入主题了 李思辰 我 我 进去完就爱上学习了 这么宽 昨晚 跟你思辰学到很晚吧 要不我派你去仓库盘点库存吧 我刚才亲过 看你很行哦 我还有衣服没润呢 是吗 老板 电话 喂 老公 现在过去啊 行行 等我一下啊 拜拜 小雅 急事 走了啊 拜拜 来 电卷欧你来看吧 那奖金要给我发 想得美 顾兮兮 你好没人性